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语言丰富 文化内涵深厚 从业三十余年来 陈希良近四十件作品获得了国家级省级金奖 近十余件作品被省级博物馆收藏 我得提醒现场的六位夺宝人 不是鼓掌鼓得越有力 一会儿就能拿到大奖 我们请陈大师介绍本场奖品 请 主持人好 专家老师好 这把壶是我一生当中 唱作的比较经典的一把作品 这把作品是叫《佛渡卓》 是我在一次偶然的一次机会 在山里面看到一个佛渡卓 它的形态很适合我唱作一把它的作品 这把壶也获得了两次金奖 同时也比一个博物馆收藏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大师 射电老酒 天堂第九 本来目是由射电老酒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宝主号称 这是件清光绪 尖地儿粉彩花卉纹盘 直径18.5厘米 盘内通诗精彩 其上在粉彩绘满各式花卉各见其言 使人仿佛置身百花丛中目不暇解 有着百花成瑞盛世生平的美好寓意 盘外壁胎又洁白 粉彩是以禅之文 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 宝主认为此盘当为光绪官窑精品 我们的第一件宝物 宝主号称它是清光绪金地儿粉彩花卉纹盘 有请宝主上场 我们欢迎宝主关盈盈女士 您好 主持人好 专家老师好 您好 第二 三 四 五 六号 投保人好 这数得还挺清楚 我听到您认名字 我也想今天幸亏是我 我们那位主持人也叫盈盈 对 对你们俩凑一块那更合适 今天无缘相见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我听说了 关女士啊 这个全家都爱好收藏 是吧 对 每天一睁眼睛 没别的事 吃早餐的时候就研究那餐具 是吧 现在餐具不行 就您家用的那肯定行啊 是吧 舍不得 家里用的都是带口的 您看用清朝的做炸姜面是舍不得 吃起来有一股老味 是吧 就是 我们说一下这件宝物啊 这件宝物是您家里哪位 什么时候收藏的 这件宝物是2022年 在一个小拍上拍 在拍卖会上啊 拍下来的 方便透露当时花了多少钱吧 两万多 两万多 它是一个光绪的官窑吗 对 光绪官窑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管拍卖的那个 管拍卖就拍卖师 拍卖师 我们现场还都有拍卖师 是哪位来着 举个手 二号 他说是官窑 拍卖师说是官窑 这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知识了 请问二号 你作为拍卖师 你正在主持拍卖的那件东西 你说它是官窑 那么它是不是百分之百就是官窑 那不是 好 谢谢 好 这一听心里凉了半截 您接着说 接着说 接着说 他说是官窑 这盘子您喜欢吗 喜欢那么好看 您说说它哪好看 你看画的花很鲜艳 完了还有金边 完了底儿还有大清光绪粘质的 块 清清楚楚的块 是吧 对 自写的也很漂亮 对 所以就都很喜欢 是吧 对 听完了这个介绍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请各位现在辱出 今天的第一次判断 认为这确实是清光绪 金地儿粉彩花卉文盘 选一认为它不是选二 请 二号你刚才说 那算不算泄露行业机密 我们是以食物现状为准拍卖 瑕疵不担保 而且以这个委托人 他的主观意识为准 对 他认为是什么 您就说是什么 拍卖前有预展可以干食物 对 这个很多朋友不懂 很多朋友不懂 今天就懂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一二三四认为对的 五六认为不对 这水平就看出来了吧 对 是吧 谁水平比较高一点 少数服从多数 是吧 对 一般是这样 先听下一号的意见 那这件呢 其实是风格很明显 就是一个具有晚清特点的 这么一个百花围楼地儿的 这个特点的盘子 所以他的制作非常的精美 属于当时的这种精品 打开门 是吧 打开门 二号 你从心里觉得它是对的 是吧 对 就是从它的那个胎幼 包括款制 还有它整个的那个 粉彩绘画的工艺 还是非常符合这个时期特征的 四号 第一次来我们这吧 对 我是第一次来 胡雅清小姐 是一位在校大学生 我这作为新生代 肯定是从这个 审美角度来看 纯粹是看它好看 对 我首先看它的形 我觉得就很美 然后上面的纹饰呢 是这种花团景簇的 我觉得它的寓意是非常好的 有着像这种吉祥如意啊 富贵平安的这种寓意 我觉得就冲这个寓意 我都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管它真的假的 只要好看 又看着舒服 是吧 对 我觉得它现在能流传到现在 又被大家喜欢 对吧 我看着又这么美 那这东西我觉得 那就是真品的可能性比较大 四号能够代表很多 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他在玩儿体会应该很深 推出了很多 针对年轻人的文创产品 为了吸引年轻人 通过他们的审美 来接近和接触 我们的文外艺术品 是吧 我晚上都不好意思逛夜市 为什么呢 岁数太大了 我说你网上一站 你一看 那都是00后10后 羞慧难当的走了 你都不想跟人说话 是吧 我晚上说你认错人了 好 咱们好话听完了 咱们听听不同的意见 5号 就我们都知道 这个晚清的官窑 在尤其是两年前 有一波特别高的行情 正火的时候 对 所以就应运而生了一批 这个做工非常精良的 这个防品 家伙 对 我觉得这个盘呢 它正面的那个精彩 我感觉是像化学金 而且的话 它其他的一些颜色的话 也给我的感觉 也是饱和度 有些过 所以我还是觉得 是一个有水平的防品 他说的两年前 不正好是您拍下它的时候 对啊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十字求是的说 是吧 可能有可能 但是不是这个 对 不是 最后我们听一下6号的总结 他虽然说是晚清的官窑 但是他也是官窑 他的价格的话 是这两年 你两万块钱你拿不到的 就算是光许 他也不可能两万块钱 拿到这种 对 尤其是官窑 而且是这么精美 这么细腻的盘子 我觉得是两万块钱 是有点困难 潘老师对这个盘子本身 给人的感觉 是正面评价 无可挑剔 只是对您买到 它的价格产生了质疑 因为它那个边上 小杯 好 你看 边上崩崇了 我看见了 有一点点 我好像看见了 就那也确实有 有那么一点 好 四位认为对 两位认为不对 接下来 我代表一锤定音 专家组宣布 根据本栏目专家鉴定 关女士带来的这件 清光绪金地儿分材 花卉文盘 是 真的 1号 2号 3号 4号 加一分 祝贺您 祝贺 好 我们请李晨先生 来说一说这个盘子 请 万品人生 细品茶 收藏路上 度年华 多看一车 对您休闲过 留得健康 看晚霞 好啊 我说这件盘子 比晚霞还要美 这件盘子 1号说的对 叫百花不落地 是的 它还叫万花锦 万花堆 万花献锐图 有多种说法 在清光的大案史上有记载 这样的百花不落地的盘子 是帝王赏花用词 这赏花的时候 拿它装着零食啊什么的 对 赏花专用词 这一件呢 不仅是真品 而且是官邀 它的这个款 写得很标准 大清光绪年字 六四凯书卡的 官邀款 很标准 另外呢 这个盘子呢 绘画得很精美 落笔精细 颜色 配备得非常亮丽 有人说饱和度太高了 正因为饱和度太高了 才美 因为那个胎质 是光绪时期 官邀期的胎质 定朗细腻洁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三万五千元 完全一致的是四号 四号加一分 林老师 这个价格理由是什么 应该是现在的市场价 如果又是没有那道冲 像这样完美的一件 光绪的官邀盘 应该能卖到八到十万 满意吗 满意 满意 虽然离二百万还有点远 但是不是跟陈先生不能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谁能想到第一轮过后 目前领先的 是第一回来我们节目的一位 跟这个圈子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的四号 各位加油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 广场画人物故事 古装侍女 工笔 写意 白描 仲彩 样样精能 吴靖廷 原名西曾 自靖廷 浩靖湖 著名金派山水画家 其作品兼容南北 多法俱备 气度雍容 呈现出深厚的绘画修养 那么这幅极为少见的备业画轴 是出自这两位大家之笔吗 今天的第二件宝物号称是 徐操 吴靖廷 备业画轴 这两位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 都是振聋发聩的大名家 那么这两位平时是以什么关系呀 为什么会合作呀 用备业来进行美术创作 这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们请李晨老师为我们介绍 李老师请 其实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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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欄目專家鑑定 徐操 吳敬廳 貝葉劃軸 是一屆 真計 一號 二號 六號 不能得分 三四五號加一分 這有那麼大迷惑性嗎 李老師 吳敬廳先生 其實不是很擅長畫花卉 我們見到的花卉也很少 另外在這個貝葉上進行創作 難度很大 它不平啊 不平 另外它這個脈絡 知識叉叉很不適於 和我們平常在紙卷上的創作 是有很大區別的 另外這個又不是吳敬廳先生 擅長的繪畫品種 但我們看這個上面這一件 徐彥孫先生的東西畫得很好 很隨意 很瀟灑 有意思 實際是一種文人品格的繪畫風格 吳先生可能對這個材質 其實不是很熟悉 所以就硬畫 所以就覺得他這個畫得不好 但就對了 這要畫得太好了 那就說明有問題 各位 請出價 五萬八千元 三萬兩千元 八萬元 四萬元 哎呀 標王還是張天宇 十二萬元 我問一下五號 你這個十二萬元是什麼構成啊 我覺得這個作品 首先我是第一次見這個在書頁上畫 而且我覺得它又如此難保存 又是名家之作 而且又不是它擅長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覺得綜合這麼多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值這個錢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 一錘定音專家組對 徐操 吳敬廳 備業化粥 給出的估價是 人民幣八萬元整 最接近一分錢都不差的是 三號樂凡 三號嘉義文 在這個菩提葉的話很少見 有特殊意義的材料 有特殊意義 對 所以我們就給出了這麼一個加強 寶主號稱的明代青花繁紅彩植糊 如何辨別真假 這個氣形也是明代的 收藏市場常見的起公書法 一招竟能辨別出真偉 我們要看它的行情 如果起先人的第一個字 使用粗笔 下一個字它一定是使用細笔來書寫 清宣統胡璐萍 宋代吉州搖辭長景萍 最終對決大獎花落水家 一錘定音繼續與您 揭開謎底 好 接下來是今天的第三件寶物 請看 這一拿上來誰都認識 是吧 這叫摘戒牌 這好像是個玉 是吧 對 是個玉 上面寫著摘戒二字 幹什麼用的呢 減肥呀 是吧 那是加上來誰都會擁有什麼 這次是貝殼的 那是貝殼的 但是貝殼的這次貝殼 是在貝殼的 是貝殼的 就是這個至少要問問人 要謹慎 對 要謹慎 2號 你覺得它是對的 是吧 對 它的造型應該是荔枝 原來是荔枝 應該是荔枝 原來是荔枝 好了 接下來我代表 一水定音專家組宣佈 清代 舌鐵 富貴 綿長 摘戒牌 這是一戒 來 真品 12346號 下一位 我們請施勁超先生 為我們講解這塊摘戒牌 如果提到摘戒牌的話 就是它不是清代獨有的 明代也有 就是明清時期對於摘戒這個 好 當然 我剛才說 這是明清時期的 最早的 是黑暗 我現在來說 它是黑暗 還有折戒 它是黑暗 它是黑暗 有的 折戒 我們在折戒 我們在折戒 咱們 我們在折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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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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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壶比您那大 对吧 您看下这个壶有什么想法吗 看起来就是酒壶吧 这个我看了一下 这个容量大概在800毫升左右 800到1000毫升 是吧 差不多800细细了 好 堡主来了 我们欢迎崔永丽女士 崔女士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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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您这个家里边这个壶多吗 也有几件吧 这件明代直壶是您什么时候得到的 有四五年了吧 是买的买的吗 古安城收的 在古安城 对 这个当时花了多少钱方便说吗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 对 为什么认为它是明代的呢 从它这个右色造型 还有这个老旧程度推测的 就直接推到明代去了 为什么把清代给踏过去了呢 清代也挺长的呀 因为清代的那个繁红颜色 跟它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也是 明代清花繁红彩直壶 我们来看各位本轮的选择 来 请看 有两位认为对 四位认为不对 先听一下一号的意见 谢伯瀚 这件其实不太难鉴定 我觉得 首先来讲 从它的这个气形来看 就是一个明代 元明时期这种风格 这个风格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繁红彩 它这个彩特别过于死板 过于死板 缺少时间的这种磨损的痕迹 拍也不对 那个比诱也不对 四号认为是对的 说一下你的理由 我觉得它的 这个红色还是挺正的 然后也能看得出来 它一点有这个包姜的感觉 这个清花是个又下彩 你认为它是繁红吗 认为是 是繁红 对 好 六号跟你看法是一样的 来 潘老师 为什么你认为对 我感觉呢 就是说 它这个整体的这种化工啊 比较朴着 然后这个整个的形质呢 又不是说特别的精细 就没有必要仿一个 这么着一点的这种户 就是从头到尾就显得挺糙的 对 它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很高 就是说真的价格也不会很高 六号分讲逻辑的 就是你就觉得它不太精美 做得有点粗糙 是吧 就认为不会有人造假 是的 是的 价值不高为止 好 接下来 我代表一锤定音专家组宣布 崔永利女士带来的明代青花繁红彩植糊 经本栏目专家鉴定 所以它是 假的 一号 二号 三号 五号 再加一分 不用着急啊 你的描述不对 这8000%它不是反红 刚才一上了我一看这个红 怎么能是反红呢 是吧 李老师我这 我说得对吧 是吧 好 我就看到这一点 其他请李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 他应该给我看 是动作词 那我在团的 一本没错 他只要有详细 那我能够 我这么想 我这就能够 打扮 与我 再说 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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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货》 1 2 3 5 6號 我加一分 李老二姐 90年代初啊 他只想要答案 我加一分心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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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跟6号说一声遗憾 今天6号就到这儿了 也到这儿了 请教施俊超先生 我们就仅凭正面这么一看 如何判断它是明代米拉毛花 为什么要说它是明晚期的 但是人家说是明代 必要是什么 但是我能看到明晚期 它其实就是说 从它的刻画 以及它这个 向前进行一面 它是明天 赢不透明的 对 在这儿了 还有 我这儿了 感谢 那时候 scriptu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份归谁能够得到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大家的出价 这罕见的啊 5号出了个最低价 5号出1万6 这事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就一二百块钱一个 有人物的 然后呢什么财神啊 什么观音啊 什么这个 这个就是辟邪的 什么体材的人物都有 这材质 它就是马脑是最多 然后和田音乐 翡翠也有 当然翡翠就清代的 和田音乐 明清都有 那么像有机宝石的 像这一类的 在过去确实是比较少 就是它在冒花里边 它这个材质是比较少的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就刚才咱们大家都看到的 它是一个非常重金箱的 一个冒花 然后下边呢 然后使得很厚的金 然后上边还有一些金的 一些镶嵌的一些赘事 所以呢 这个把它夹到一块呢 说给到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好 谢谢 谢谢孙女超先生 常规时间 今天所有的题目问完 我们也恰好 排名排出了先后 排名第一的是三号 排名第二的是四号 祝贺二位 进入稍后的最终环节 宝主认为 这是件青轩桶葫芦瓶 高23厘米 气形周正 右面质感温润如玉 细腻光滑 青花绘制祥元纹饰 繁红描画蝙蝠纹饰 线条流畅 色彩对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最后一眼 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当然这会儿比较紧张的是 三号和四号 在我的身旁 左右两边 各摆了一件 今天最后一关的宝物 它们分别号称是 清宣捅葫芦屏 和宋代吉州瑶庞景屏 这两件的描述 有可能对 有可能不对 我们有请最终环节的 两位国宝人上场 我们早上欢迎乐凡 胡雅清 刚才乐凡的得分是最高的 所以你现在有优先选择权 你快速地看一眼两件宝物 你决定去判断哪一件 由你来说 你见过这么没风度的人吗 他真挑 你看见没有 你决定挑哪一件 这个我年纪比较大 选老姚 你这件是老姚 对 好的 给大家再次介绍 目前摆在胡雅清面前的 号称是清宣捅葫芦屏 摆在乐凡面前的号称是 宋代吉州瑶查的景屏 我让我们先标一下 出题的李晨老师 有没有可能两件描述都是对的 有可能 好 有没有可能两件描述都是错的 也有可能 请二位上前一步 拿好真假牌 仔细观察眼前的宝物 倒数十秒 好 听我倒计时 三 二 一 亮出答案 胡雅清的答案是 她认为面前的这件 清宣捅葫芦屏是假的 请问李晨老师 她的答案对吗 对 祝贺你 谢谢 乐凡 乐凡的判断 她认为她面前的 宋代吉州瑶 这件常景屏是真的 请问李晨老师 她的答案正确吗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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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李晨老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件常景屏 南有吉州 北有四州 咱们这个多宝人家说的对 宋代的 而且呢 他的文是看了吧 戴帽又 是吉州瑶的一大特点 他还有两个 最大的特点 有剪子贴花 还有什么 木叶纹贴花 好 谢谢李晨老师 接下来 宋代吉州瑶 常景屏 价值多少 请二位输入自己的答案 请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二位分别输入了多少钱 请看 胡亚青认为八万 乐凡认为三万元 我们来看一看 一锤定音专家组 对宋代吉州瑶场景屏 给出的估价 是三万元 乐凡一毛钱都不差 祝贺乐凡再次获得 一锤定音现场冠军 宋代啊 李老师 宋代才三万啊 对 年份这么久 而且都是吉州瑶 戴茂文的瓷器 为什么自定啥呢 因为毕竟它是个民窑 气型也不大 所以咱们宋代凡认为三万元 民窑气 所以它这个价值 它的这个 这个起评分就低 是吧 对 接下来是今天的颁奖仪式 哎呀 我们看一下陈大师啊 陈大师 请您亲自上台 为乐阀颁奖 有请 我们再次感谢陈大师 谢谢您 谢谢 好 我们也感谢今天 所有赌宝人的参与 最后我们要感谢 三位老师的作证指导 谢谢三位老师 辛苦了 感谢各位 一如今往的支持 一锤定音 下周同意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